要提醒艾美的朋友特别注意 为了减少脸部的皱纹啦等等 不少人会施打肉毒感菌 不过您知道吗 如果说您注射到的是不合格的肉毒感菌 恐怕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那么现在食药署要教大家三个步骤 要告诉您怎么样来辨别 您使用的到底是合法的 还是不合格的肉毒感菌呢 艾美族风为整形 不管是想要大脸变小脸 还是希望看起来年轻十岁 肉毒感菌成为艾美人士心目中首选 甚至有人自行上网买回家施打 但如果注射到不合格的肉毒 小心造成反效果 如果使用并不是目前我们卫生署合法 通过这个厂牌的肉毒感菌术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它的纯度 或是它的强度控制不是很准 太强的话不只造成效果过多 会造成另外一种不自然的一种状况 国内目前有三款肉毒感菌产品检验合格 为了避免打到不合法的肉毒感菌 食药署也提供几个步骤 教您如何辨识 第一个你要看它的瓶子外面 有没有完整的中文的标示 标示它的品名 还有它的许可证字号 除了要有中文标示 还要确认风口处有贴上药物检验症的标签 最后再检查外盒和药物评生的制造日期是否一致 简单三步骤建议爱美人士施打肉毒前 可以事先询问 不仅可以少花冤往前 又可以美得更安心 记者陈玄白录影艺台北报道